面对没有结果的爱情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有位听友在后台留言 怎么样才能彻底忘记一个人 这位听友已经尝试过 无数种方法去放下 可每次嘴上说着翻篇了 心里却始终都放不下 微信反复拉黑 始终关注着对方朋友圈的动态 情绪完全被对方所牵动 我回答他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 心里难免有不舍和不甘 所以越想要放下 越是会时不时想起 既然这样 不如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总有一天你会由衷地释怀 简而言之 放下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是让时间来治愈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沙城 时间俯视着一切建筑 你步步回头 可是却只能够往前走 有些人注定要陪我们走完这一生 而有些人却注定只是用来怀念的过客 很多时候情已逝 但心情却一直很难平复 产生恋情只需要一秒 但忘记一个人 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有缘相识却无缘相守 是件很令人无奈又痛苦的事情 但是想要告诉大家的一句话是 珍惜自己手中握有的 放下那些没有可能相守到老的人与世 是一门非常有必要学习的人生取舍课程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分歧与矛盾 那么也不必走到分手的地步 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 那再痛苦难舍也就没有了意义 不管什么原因分的手 可面对没有结果的感情 只有以下这一条路可走 别不相信 一不联系 面对已经结束的感情的处理方式 首先要做的就是尽早处理掉 会让你不自觉想要联系对方的那些方式 如果做不到视而不见 只要看到相关的物品或联系方式 心就会痛 就会不自觉想念对方的话 那就将物品丢掉 将联系方式删除就好 人就是这样 只要始终无法放下 能够时时提醒你想起对方 你就没法遗忘 但只要狠得下心阻断这些联系 时间会帮助你缓过来 忘记那些曾经让你牵肠挂肚的过去 感情这种东西也是需要整理 丢弃淡化及遗忘的过程的 而这种事情没有别人能够帮你做 只能由你自己主动跨出这一步 只要能够做到不联系对方 感情就没有了可依附性与连贯性 渐渐对方的形象会模糊 你们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 也会逐渐变得不清晰 不具体起来 内心的痛与敏感会变得迟钝 而这种感觉会随时间的流逝 变得越来越明显 等到哪天你再想起对方 内心只剩麻木与无感 那么你便已顺利走出了那段 困扰自己的失恋了 二 没有人能轻易地放下一个人 顺其自然 只是说给别人听 如果真心爱过一个人 而你们的结束 又非你所愿的话 那可能是一种非常难受的活罪 毕竟感情这种事 谁更在意 谁更痛苦 谁更用情深 谁更痛苦 谁不肯放手 谁更痛苦 但是感情又非常无奈的 并非一个人说了算 如果对方已无心留恋 不管另一方如何舍不得放弃 最终都会迎来那个 落寞而伤感的结局 尽管没有人能轻易地放下一个人 顺其自然 只是说给别人听 可是你假如不肯放过自己 那么不但挽留不了对方 还会无止境继续为自己带来痛苦与伤害 这种情况最大的一种坏处 就是阻止自己展开新的感情生活 向往新的恋情 人生只有那么长 别让没有缘分的旧情 白白继续损耗它 这样只会影响你自己的人生 但与对方却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承认它已经成为过去 逼自己走出来 然后一望 你自己才能获得重生 让不能陪伴你走完人生的人消失 让自己拥有从头开始的坦然与勇气 是一种睿智的人生态度 也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三 时间会抹平伤痛 也会带走痛苦 将回忆放在心底 有人也许会说 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懂 但是就是没办法做到 其实从心底拿走一个 曾经爱到无法呼吸的人 自然是件难度巨大的工作 可是你得相信时间的力量 以及自己的努力 如果你连尝试都不肯 只会一天重复一天 时时刻刻想着对方 想起过去的一切 又如何能够帮自己 尽早从这种无奈当中走出来呢 就算忘记不了对方 你也得斩断对对方的依恋与不舍 因为人家已经没有 与你的相同的意愿了 你的难舍折磨不到对方 只能伤害到自己 这便是一种无用与徒劳 人平白无故为难自己 最愚蠢 没有人会感谢你的痴情 对于已经走出去的人而言 这只会增添对方的心理负担 你得相信 只要自己努力不去想 多将注意力放到别的地方 久而久之时间会抹平伤痛 也会带走痛苦 就算到最后 你仍旧对那个抛下自己 消失于人海当中的 仍有牵挂 可再回头想是 你云淡风轻 掀不起太多风浪了 不如就将回忆放在心底 自己轻身前行 人生没有谁离开谁就不能活 而只有谁愿意与谁一起走到人生的终点而已 人生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当你放不下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更恶劣的结果 比如纠缠弄得自己颜面尽失 让对方视你如洪水猛兽 比如因为情绪控制 而做出伤害自己及对方的种种举动 比如自己终日处于忧虑 不甘无奈与焦虑之中 活得憔悴而忧愁 完全丧失了 感受生活当中所有快乐与美好的能力等等 可是这些东西真的又能为你带来什么呢 连对方的感同身受 与你有一样的想法的心思都没有 这便是不值得的原因之所在 说到底不过就是一味感动自己 认为自己很纯情 很伟大的自欺欺人 想想也就明白了 有时候 感情你是越竭尽全力 越是无能为力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我爱你不后悔 也尊重故事结尾 在电影《万物理论》的发布会上 霍金说他流泪了 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他和前妻的真实故事改变 在1963年的新年派对上 霍金和前妻姐一见钟情 他爱她聪明的头脑 幽默的谈吐 他喜欢她温柔的脾性 明媚的笑容 相恋后的日子也相当甜蜜 他带她领略人文艺术 给她充满示意的浪漫 他带她畅游宇宙 体会世间旅行的奥妙 虽然她们的兴趣 观念 信仰 都不同 可她们在彼此身上 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那种美好 妙不可言 可好景不长 霍金查出患有间动症 被医生告知 只有两年的生命 见得之后 不仅没放弃 还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立刻与她举行了婚礼 然而 相爱容易 相守难 两人的柔情蜜意 很快就被 婚后痛苦难挨的日子 撕得粉碎 为了丈夫 简不得不放弃热爱的事业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如一个涌动机那样 丝毫不敢懈怠 因为她知道 只有这样 才能给她续命 没了事业 又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 还要承受 随时失去爱人的痛苦 肩仿佛坠入黑洞 想逃离 却找不到出口 而那时的霍金 却因为沉迷于物理的世界 常常一周 都很难跟妻子 讲上一句话 更别说 其余体贴和关心了 渐渐地 爱情消耗殆尽 维系彼此关系的 仅仅是责任而已 终于 二十多年后 他们决定 给彼此自由 没有争吵 没有哭诉 分手时刻 正如影片中演绎的那样 简动情地说 我爱过你 我尽力了 霍金也表示遗憾 我有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 却不能给你幸福和美满 分手多年后 虽然爱情已逝 他们之间却仍留有情意和尊重 简会被霍金的成功喝彩 霍金也会为简重获幸福送上满满的祝福 电影《万物理论》上映时 霍金和简一起出席首映里 探着演员们对他们年轻时爱情的演绎 默契的流泪 愉快地追忆青春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明白 相爱时就用尽全力 分手了就各生欢喜 村上春树曾说 如若相爱便携手到老 如若错过便护他安好 体面分手才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 而保有尊重才不枉相爱一场 成全对方更是放过自己 多少人相爱是浓情蜜意 分手时却互泼脏水 互相揭短 闹得十分难看 殊不知 抱着谁也别想好过的心态分手 不仅让苦心经营的感情 沦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还将昔日的恩爱全盘否定 让自己狼狈不堪 要知道 好好说再见 体面的分手 不仅是成全对方 更是放过自己 1998年 李宗盛和林一连曾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一起 2004年 又在大家都看好的时候选择分开 然而即使最后的结果算不上完满 也撑得上了无遗憾 因为在一起时 他们竭尽全力 为了能够李宗盛厮守 林一连甘愿放弃歌唱事业 原夫加拿大乡夫教子 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 而李宗盛为了支持妻子付出 费尽心力为他创作了 《为你我受冷风吹》 《坑枪玫瑰》等多首经典歌曲 相爱时 他们彼此扶持 互相依赖 共同进退 信守着白手不相离的诺言 分开后 他们礼貌地告别 李宗盛的声明里 引用了当年 写给辛小琪的领悟里的歌词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的 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并不忘为前妻送上祝福 祝你幸福 找到你要的 你认为值得的 林一连也友好的回应 我们都很好 也做了一些准备 迎接各自的未来 似乎也不那么遥远 往事如烟 纷纷扰扰飘散过后 现在人们提起李宗盛和林一连 想到的大概只有那些经典的传世之作 他们友好的告别 也因为这段经历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猫母曾在刀锋里写 一个人不仅仅是她自身 也是她自己出生的乡土 学部的农场或城市公寓 而时玩的游戏 私下听来的山海经 吃的饭时 关心的运动 还有爱国的人 这一切把它造成现在的样子 是啊 毕竟共同走过一段岁月 即便分开 身上也会留有对方的印记 也许冥冥之中 她早已成为你的一部分 和一部分的你 所以 你若和她计较 其实也是和自己过不去 体面的分手 不仅是成全对方 更是放过自己 体面分手 才是真正的释怀 电影《前人3》 展现了两对情侣 对分手截然不同的态度 孟元和林家隐忍克制 始终互不打扰 最后终于放下彼此 两地生欢 于飞和丁点纠缠不休 借着了断的名义 撒着思念的娇 虽然是电影 但也教会我们 只有体面分手 不折腾 不回头 才能大步向前 继续走 爱得轰轰烈烈 不如体面的结束 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放下 就像王妃和李亚鹏 相爱十年 分手时 只说夫妻原近于此 两人体面 又不上和气 至今依然是朋友 同时出席家庭聚会 和两个女儿 相处的和谐愉快 就像高晓松和西右米 分手时感恩相遇 感谢时光与流逝中的恩仇 感谢成长与回望 感谢缘分 也愿意共同承担 抚养子女的责任 相处如挚友 就像张爱玲和库兰城 见面曾经因为爱你 卑微到尘埃 分手时 也可以干脆痛快 一直决别信 便永生不复相见 的确 只有体面的分手 才能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只有像过去 彻底告别 才能开始一段 真正的新生活 谁不是穿越茫茫人海 翻山越岭来相遇 相爱时 你们可以爱得坦荡 爱得疯狂 分开后 也希望你们能说一句 我爱你不后悔 但也尊重故事结尾